政府以拨乱反正为名 不顾民怨落实针对性柴油补贴机制 虽然说物流运输不受影响 但是国内大批农户首当其冲 出列的估算在这一波变动之下 农耕业每年多出了30亿令吉的额外开销 势必又会变成寻常百姓 躲不掉的生活成本压力 经济学家也点出 政府拿掉津贴之后的柴油 每公升报3令吉35仙 这和真正的国际柴油价格 还是有一大段的距离 如果政府真的有意将国际浮动价格贯彻到底 那么民间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柴油价格还有上调的空间 针对性燃油津贴措施 从势在必行变成板上钉钉 安华政府的大变动从柴油开始 从政府辅助到2令吉15仙 一口气升到3令吉35仙 涨幅虽高但拉曼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黄景荣 接受本台访问时透露 如果政府真的要追上国际油价的水平 国内柴油价还会继续往上探 在有津贴以前那个2块多的价格 它其实是占了仅仅是全球 在自由浮动的这个制度底下的大概三分之一 取消财油津贴 让价格浮动这个机制真正实行到底的话 其实按理说这个价格可能还要升到超过6块钱一公升 就我觉得这个心理准备要有 所以现在大概就是一个阶段性的 先涨它一个到3块钱 这个3.25令吉每公升这样的水平 但是我说接下来还会有 政府早就预见民间的反弹情绪 率先对物流运输业提供柴油津贴卡 还让国内23种交通工具继续享受补贴 低收入援主则可以在布迪玛达尼政策下 每个月获得200令吉的援助 这对低消耗援主来说 200令吉绰绰有余 但对于大部分的农户而言 接下来增加的额外成本绝不是一点点 我们现在使用柴油的这个源头 大概超过每年70亿 是来自于这个陆路运输 陆路交通 但是这个陆路运输因为有flip card 然后继续享受柴油的津贴 但是同时我不要忘记说 另外大概还有这个30多亿的 每年每公升 30多亿公升的使用量 就是来自于像这个农产业 像这个海陆运输这一块 所以换句话说什么呢 每公升涨一块钱 它当然就会带来30亿的 这样子的一种成本的上升 一切变动都会有阵痛期 更何况这是牵移发动全身的油价 黄景荣认为柴油价格上涨后 民间肯定会感受到 生活成本上碳的压力 政府这个时候应该敞开协商大门 继续观察市场的反应 适时让更多有需要的群体 能够享受津贴 其实这次津贴改革 它更多的是让整个的市场调整机制 能够重新回到正轨 再经过那么多年的 因为津贴而被扭曲的 这个价格机制 能够重新回到正轨上 为我们接下来更多 其他更重要的改革 包括说迈向零排探 2050年的这个大方向而努力 更应该是往这个方向 而不应该是说 就是有钱人不应该得到津贴 或者谁谁谁不应该得到津贴 这样子的一种措施 我觉得这样的措施 它其实不管是对政府的信誉来说也好 对民间是否会相信说 政府接下来改革也好 其实都会有损伤 正所谓万事起头难 专家认为如果政府可以在执行新措施时 做好宣导上勤下达 并及时跟进民间的水土不服 为个别群体进行弹性调整 只要政策张弛有度 几个月后就能拨乱反正 八度空间张雨柔万达镇报道 八度空间张雨柔万达镇报道